一九九九零號 鈴聲響起代表市民又有疑難雜症 要投資抱怨或尋求協助 不過一號深夜 一九九九化物人員卻接到一通 令他們毛骨悚然的電話 一號晚間十一點十九分 電話內頭的不明男子 一開始跟化物人員大談文化國小 女童遭歌喉悲劇 覺得很難過 還罵化物人員都不關心 東扯西聊好一會兒 突然話風一轉 說我告訴死神 要再去帶走一個小朋友 化物人員一聽傻了 追問這話什麼意思 男子卻不願多透露細節 但語帶威脅的話卻連說兩次 難道是預告有人要模仿犯案嗎 敏感時刻一九九九立刻報警 化國小歌喉案引發社會恐慌 孩童家長人人自圍 警方巡線查出遭威脅的 應該是信譯區某間國小 目前已經掌握男子身分 北市府教育局也強調 時常接獲校園恐嚇電話 面對這類潛在危機 除了通胞派出所 也會調派附近高中教官 前往巡邏 絕不會任由歹徒破壞校園安全 這國小王正台北採訪報導 小王正台北採訪 小王正能夠